如果能重来,诚实的去对待,彼此都没一猜,就没有理由分开,如果能重来,回忆当作尘埃,心不曾被伤害,就能无瑕疵的爱,但是重来,却不能保证,爱的成功或失败,黄小虎重来,昨天晚上,可可给我打电话,近起来像是喝醉了,问我她和冬子,还有没有可能再重新在一起, 问我,能不能给她出出主意,把冬子追回来,可可和冬子认识将近十年,在一起也三四年了,我们都以为,他们会从校服当婚纱,从青葱当白头,却没想猝不及房地就分手了,冬子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女生,虽然认识的时间短,那个姑娘也没有可可漂亮,却就是生生把可可从冬子心里提出来了, 我们都骂冬子是不信哈,可感情的事,谁又能说个对错呢,最开始可可斩金截铁的说冬子是渣男,说再也不会联系他,说自己就当几年真心为了狗,说不就是失恋吗,一切都会好,一切都会过去的,话虽然这么说,可他还是无法控制的,频繁想起冬子,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光,想起冬子以前对他的好, 他开始怀疑,这道感情分开了,是不是自己的错,是不是自己太做了,才逼走了冬子,他开始不断的懊恼,如果以前能少说一些伤人的话,如果能多体谅他一些,会不会现在两个人还好好的在一起,我们都全趴,腿在冬子身上,要走的人怎么也留不住,何必抢求呢,但可可就是走不出来,整个人消瘦了特别多, 其实他明白,这个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重来,唯有时光和感情,酷水难收,我听着电话那段他的碎碎面,隐隐带着哭腔,看了口气,没有说话,有时候也忍不住想,那么多人问过我,一个感情覆灭了,还有没有可能再重来, 可是所谓的重来,是把时光带导转回,你们最初相遇的时候吗,还是说,如果有重来的机会,你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,期待现在有不一样的结局,如果是前者,那注定没结果,如果是后者, 却就像歌里唱的,重来,也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,我们总要明白,现实世界不是童话,不是你很爱很爱一个人,对方就一定也会同样爱你,不是所有的念念不忘,都一定会有回响, 有些人出现在你生命里,注定要和你分离,那么,无论你多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段感情,甚至是被围到尘埃里,也没办法留住一个不属于你的人, 而时光却不会因为谁的悲喜,就停止往前走,甚至是倒流,所以就算你在看不开,也还是要被日子推着往前走, 其实,往个角度想想,所有的离开,都不必重来,那些旧人旧事,不也让你看到了这个世界不同的模样吗? 而真正的放下,从来都不是狗屑剧里的吃或吃意,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,而是有一天你发现,你已经很久没有再记起那些过往, 他们变成了你回忆中落满回尘的旧盒子,早都与你的现在无关了, 就像遥远的歌中唱,人生总有些遗憾那就随它去,早在的阳光影,一样温暖了心灵, 总有些时光值得怀念却回不去,回不去的留不下的对你的回忆, 你要相信,这世上的故事,也许没有那么完美,在一定自由安排,感情中少不了磕磕碰碰, 有些人会因为这些无奈,变成了你这一趟旅程上的意外, 那么,耶稣定会有另外一个人,与你谋合出彼此都习惯的状态, 包容你的小脾气,成为你生命中的唯一,曾经不可追,过去不可回, 没有当下的爱与陪伴,最真实,愿你历经遗憾,懂得珍惜, 愿你看开错过,决策释会,愿你及早遇见对的人,温暖于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